近日,网络上爆料出了一条51岁王妃产子在遭失垂的消息,而让网友们都纷纷关注了起来。 据了解,王妃的前经纪人陈佳英在近日突然现身某商店当中,然后在店里面购买了许多的生活用品。 她的这个举动被一些媒体们猜测了,这有可能是在为王妃的产子而专门来购买的大量生活用品。 而说到了王妃产子的这一条传闻,其实源于在6月11号的那一天,有网友突然爆料出了,王妃就在前两天的凌晨当中,生下了一个孩子。 而这个孩子,这是他和谢霆锋两人的爱情结晶,这里所说的前两天正是9号的凌晨。 对于这样的一条消息曝光出来后,透露的那个网友还在网上发出了一张图片,正是谢霆锋和王妃以及王妃躺在病床上的照片。 并且还被爆料出了,这个孩子的体重有3.8公斤,目前母子两人都非常的平安。 然后对于再次升级成为父亲的谢霆锋,心情更是非常的高兴,激动的直呼了终于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 而且爆料的那一位网友,还在15号的那一天,在街上偶遇到了王妃的前经纪人陈佳音。 他透露到了当天的陈佳音,来来回回在几家商店内购买了大量的生活用品,但商品的类型看上去并不像给他自己用的。 并且当看到了跟拍的媒体们之后,陈佳音快速地选择了离开现场,不接受记者们的任何采访。 他的这些举动,纷纷让人猜测到了,这和最近几天当中,关于51岁王妃为谢霆锋产子的这一条消息,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。 甚至还有人大胆地说到了,这下51岁王妃产子的传闻又遭到了一个实锤。 不过对于这个消息,虽说这几天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,但王妃和谢霆锋却并没有站出来公开回应了这个事情。 在这几天当中的他们,一直都选择了保持着沉默不理会外面的纷纷议论。 而且如今已是70岁的陈佳英,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,平时很少见她一次性出来购买这么多的生活用品。 因此她的这一次现身,再加上王妃的消息正在风陋上,所以难免让人不去猜测了,这事情会和王妃有关。 然后在几个月前的时候,还有网友曾在一家母婴店中偶遇到了天后王妃,并将她拍摄了下来。 在这位网友拍摄下的照片,可以看到了王妃的衣服宽松,小度稍微有点隆起,看上去十分的像是怀孕了。 然而对于这几日的传闻当中,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了不一样的看法。 有的人表示道,这都几岁了,估计已经生不了了。 而有的人则是说到了,王妃上个月才现身于一月节蹦迪,这个月就被传出了生娃。 这真是一个假到了离谱的新闻。 不过却有其他的网友表示了,这也挺好的,希望他们两人能有一个爱的结晶吧。 看来网友们,在对于王妃为谢霆锋缠死的这件事情上,还是存在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。 并且在另一边的谢霆锋,也是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表示,随外界的留言传得沸沸扬扬。 他在14号的那一天,只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,发文晒出了一张自己的最新电影宣传照,一点也不理会蝉子的传闻。 但关于王妃为其蝉子的消息,还会在网络上持续一段时间,直到他们公开澄清了事情的真相。 那么,在对于51岁王妃蝉子的这件事情上,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 然后,让所有人都听到优优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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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。